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覺得長大就是不用每天七點起床 我覺得長大有很多事情是可以不用被限制 不用被規定 不用被媽媽媽不用考試 有時候覺得長大可能就是 就是身高長大或是進入下一個階段 可是到後來你會發現有些東西是 你都沒有搞懂 做的事情或是決定都是 好像是比較跟自己有關 但是反而可能跟家人的關係好像更靠近 長大我覺得是一個自由的開始 對我來講我覺得長大像是一個 一個幻影 就是把所有的人披上一個不一樣的皮 然後有一些不一樣的造景 然後站你四周 然後一直流轉 所以雖然可能我們每個人都還是個小男孩小女孩 可是忽然之間你就在不同的場景裡面要出演這樣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好像一層又一層疊起來的布景 然後圍繞在你身邊 所以年紀越大你就會發現有越來越多東西 你想要你還要知道 然後你一定會知道 就是會慢慢會有機會讓你知道 你會發現你認識的人 你會累積越來越多 但是離開你身邊的也會慢慢變多 比起之前 比較了解然後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對我覺得這個狀態是更好的 小時候很喜歡長大 可是長大之後不喜歡長大 有的時候希望有的時候不希望 因為有的時候覺得看到爸爸媽媽覺得他們好忙 然後還要做一大堆事情 內心中其實是抗拒長大的 但是也知道自己不能不長大 雖然是沒辦法再當學生 可是我覺得是更好的 如果可以做自己喜歡跟擅長的事情 我覺得還不錯 雖然我沒有很喜歡 但是有些事情有時候是不得不去接受 而且你有時候反而會促使你去期待 我覺得那個 就是如果有時間可以去學自己喜歡的東西 感覺生活也會比較充實 對比較有趣 不過長大到現在這個階段 其實我會覺得整體來講 我還是覺得還是算蠻喜歡的這樣子 喜歡 因為長大之後才會碰到現在認識的人 就是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然後還算還滿意 我會覺得我們希望在有限的時間裡面培養他 準備好面對這個世界的一切能力跟想法 那我們能夠做的我們會盡量去做 但是也是希望他可以開開心心地過自己的人生 不管長大是怎麼樣的一些事情 不管是從什麼角度來看 其實好好珍惜的過自己 現在每一天 其實對每個人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會覺得我們會說 我們會覺得我們會覺得我們會做一些的事情 在這一個人做的事情 我們會覺得我們會覺得我們會做一些事情 做一個事實力的事情 就是我們會覺得我們會做一個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